今天是1月12號耶 我們是1月12號出來拍的 明天選舉耶 我跟你講啦 不管誰當選我預測啦 我當先知未來人啦 當選的一定是2號 這個上片的時候 已經開票完了 看我預測準不準確 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 老師推車 來到現場 2022年的BMW M240i Cube雙門的版本 G-42 第一次收到這個 二系列雙門版本 終於讓我遇到 而且一遇到呢 就是這個頂級性能的版本 下面一個等級就是這個220嘛 新車200萬 再來就是我們的240 240我們的新車是289 再上去M2 M2大概是370 369的樣子 那我們這個數據呢 馬力是374匹51公斤米的扭力 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台的外觀 這個是用 這應該是50週年標吧 它這個一樣都是做這個閘門的設計 它溫度到了以後要打開 它的鼻孔顯得是比較 長方形的外擴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說我發現漸漸的 BMW開始在用它的車頭啊 在開始區分每一個系列 以前是每一個系列等比放大嘛 然後現在呢慢慢的我覺得 欸我之前在顯啊 現在內裝雖然都還是一樣的 但外觀上面我覺得 這一次車展去看的 5系列也好 7系列也好 i系列啦 很多的系列 我都覺得現在慢慢的 它有把這個差異性 好像打算把它做出來 不要讓人家覺得是等比放大 這樣真的買車會覺得很 買的沒價值感 尤其我買個7系列 如果車頭是跟2系列一樣 我當然會覺得 怪怪的 卡那麼多錢啊 總之要有點比較特別 直列式的67缸 3.0的渦輪增壓 而且還有一個地方很好看 是它這裡做了一個 其實你要說好看又有點奇怪 因為感覺這個地方 它做這個設計應該是要開孔 但它卻沒有開孔 就變得怪怪的 地基都打好了 房屋沒有蓋 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到這個大凳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像86 舊款86 現在新的頭文字滴續集的那個86 形狀有點像 但是稍微可能它那邊86這邊有在切 切的窄一點 這邊呢是切一個很像直角三角形的一個氣壩 金屬烤漆的一個裝飾 然後這個前雷達 側面有沒有 6顆 前面有6顆雷達 然後下面呢 有一點點少部分 這個是橡膠 應該是要做一個保護的 然後下方還有一個小的氣壩 都是用寬的 長方形的 前面是2254019 後面是2553519 前面是搭配四活塞 後面是單活塞 卡鉗的一個設計 然後這次的鋁圈呢 是有點雙色 但是它的雙色不是黑色的 它是有點像槍色的 我覺得它這次的設計 就是走比較一個比較簡潔的 就是單純 沒有太多的配件跟裝飾品在上面 所以你會看到是一個很乾淨的平面 每一塊葉子板都是一個很乾淨的平面 好那側邊的葉子板 它只有一個M標 還有側面下面用的是黑色烤漆的一個側裙 包括門板 都把它隱藏進去了 它就直接在這個平面這樣斑 我們可能電車看多了 覺得走到這邊它應該要自己伸出來 後照鏡也有一個金屬色的烤漆 包含盲田偵測坐在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所有的水切窗框 全部都是用黑色烤漆 包含屋頂 也是有黑色的烤漆 好那這次二系列我覺得它後面屁股的這個輪幅的地方 其實以前最早最早 3系列 130的那個年代 它如果是雙門的 其實後葉子板 包括M系列是最誇張的 都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輪幅 所以二系列它是微微的 那M2我記得它好像是更加誇張的 所以後面呢 我覺得從這個後側看過去啊 其實這個輪幅的凸起啊 比例我覺得做的蠻不錯的 整個都乾乾淨淨的 你有沒有覺得後尾燈也似曾相似 主要是它的配色吧 現在很多都是用這種紅色跟黑色相配的 你就會跟GR覺得會有點相近 X-Drive就是它是四輪傳動的系統 後面的保險桿呢 一樣擁有六個倒車雷達 側邊有做反光片 下面呢有鋼琴烤漆的這個老流 排氣管雙出 是真的外面有一個四框 我覺得這個適合什麼你知道嗎 覺得M2太誇張了 因為M2那個包 覺得稠就覺得稠 很極端啦 很極端 但是你記不記得我在幾年前 我就跟你講過 阿呆 你是不是覺得現在出來很像土砲的大包 對 我跟你講先買就對了 以後一定會 你會覺得它很帥 果然我這次去車廠 我看到實車是真的覺得很帥 我是真的覺得蠻帥的 不過那個大包開在路上誇張 它如果出現在一些賽車 賽事裡面 你可能就覺得蠻正常 很合理 但那個大包走在路上 你怎麼看你就會覺得怪怪 好不好 來看一下那一裝 不是啊 這跟我218基本上都一樣啊 有差別啦 來 它有車欄線 然後還有一個它門板有這個 這個是燈吧 對燈 但事實上我真的 其實我 我覺得意昧不明耶 我不知道 這個對我來說我覺得有點突兀 然後呢 它的 安全帶 有經典的 三色 然後椅子上面呢 是這個車藍線的椅子 這邊 有翅膀的這個寬度 跟腰靠 椅子 正中間 有一個M的字樣 你看人家就有M了 這不用花錢選 保時捷要一個Mark還花錢選 然後花了錢選 前面後面花不下去 我真的覺得這樣很Lock慘 東西選半套你會覺得很掉漆 好像要就要全部都圓 對啊 感覺就是 人家說 哎媽的 愛耍帥又沒錢 只選前面這樣 對不對 有點那種感覺 不是那個東西選多了 會覺得自己真的很盤 不是錢的問題 你知道嗎 有時候不是說花多少錢 有時候是懸 覺得這錢花去 會覺得好像很盤 反正怎麼做 都不對 怎麼做 都是錯 好 再來這個椅子 蠻漂亮的 就是有一點那種 蝴蝶椅的感覺 那實際上我做起來包覆性很好 因為 BMW椅子一直做得不錯 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我是比較喜歡有雞皮的 它前一代的相對應應該是 235M 235M的話它就是雞皮的 那個椅子我就蠻喜歡 我覺得做起來很舒服 那這個椅子全皮的 看起來不錯 做起來包覆性很好 但我覺得偏硬 我還是喜歡 F4代的那個 M版的椅子 那個椅子我覺得做起來是蠻舒服 不會太硬 它頭怎麼會動 以前的不會嗎 不會啊 以前那種東西 厲害 它剛剛自己說起來我才發現 有新東西可以介紹好不好 不要說都一樣 還是有點不一樣 欸 門本有這個呢 來這個花紋元素 除了這裡還有出現在哪裡 要有呼應啊 你不覺得車上的東西是這樣 它這邊做一個這個花紋 是不是要跟它呼應的東西 跟車頭的三角形吧 你確定 我來看一下內裝的飾板有沒有呼應 沒有啊 欸它這飾板也是爪皮的啊 它這跟我之前都一樣 有換檔快撥 我的218是沒有換檔快撥的 方向盤呢 也是偏粗的啦 粗的 這個也都是一樣啊 要介紹什麼 看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後座勒 我看 後座也一樣啊 喔 電動的 不是我跟你講 以前那個喜美三門 Ricaro就是一撥就很快就推到這邊 對不對 我覺得那快多了 啊這個 要上個車要很久 然後你這樣往回搬它應該會自己回去 我想這若干年後壞掉會修很貴 我倒寧願它像 Ricaro那個喜美一樣 一般就直接推到最前面 然後上完車直接退回來 搞定 2秒搞定 儀表是12.3吋 中間螢幕是10.25吋的 好啊這邊有這個Connect Drive 就是它的鏡頭 那這一代我記得我那時候就有了 已經有支援那個BMW的APP 可以幫它開門關門開窗關窗 開冷氣什麼之類的一些 簡單 還有巡車 好就是地圖上面會很精準的標示 你的車停在哪裡 然後車頭朝哪個方向 好在我那個218的時候其實就有了 所以現在這個也都沿用了 那這一代我覺得 雖然這個沒有誇張的大包 但是它整台車做的乾乾淨淨的 板件沒有很多的鍍鉻 什麼修飾一大堆 沒有我覺得它把它走一個乾淨 斯文的風格 好那不知道開起來 我相信開起來應該是不會太斯文 我們出去試看看好不好 Let's go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M240i Cube第一次買 雙門的第一次買 之前是買五門的GC對不對 反正都有第一次 我們上次試Cube去桃園買 也是第一次買對不對 好久沒有開B&W了 我現在用的是一般模式 先開 374匹馬力 51公斤米的扭力 哇那扭力聽起來蠻猛的 B58 3.0渦輪 這個我們去看那個 車展看那個 英國的那台化學公司做的吉普車 就是用這個引擎 然後這個是那個巴速手自排的 不過這個我們之前我開過340嘛 同一個引擎同一個變速箱 但這車格比較小一點 軸距短一點 車子寬度也比較窄一點 我覺得 我講第八次了 二系列的尺寸是最勝手 我講第八次了 至少有八次好不好 它這個一般模式就很夠用 咻咻叫 還是我之前小車試太多了 因為現在新車幾乎都是1.5 1.6 這好幾個月的時間都試到小排氣量的車子 所以一開到這種有引擎聲浪 然後底盤又極負運動性 馬力又強扭力又高 方向盤又粗 那個方向盤你看這邊是世界粗耶 而且它這個粗以外啊 它是摸起來是有彈性的 並不是說它粗摸起來是硬的 明顯就是有一點沖雪沒那麼足的感覺 稍軟 握起來是舒服的 然後它這一次好像是iDrive 7.0吧 的系統 然後這個跟車呢 就是跟我們之前試的那個340系列是一樣的 它這邊就是會有一些地圖的圖資資訊啊 都會在這個儀表螢幕上面 而且蠻讓我意外的是 因為它這個五框玻璃跟我之前二系列一樣 我記得之前的二系列的GC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隔音不是非常的理想 但是我覺得它這一個Coupe的雙門的啊 我本來以為會差不多吵 不過豐先生比我之前的印象當中 我覺得抑制的來的好 整體的隔音還不錯 然後你微微的還聽得到 你在極加速的時候 你那個魂厚的引擎的聲浪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到目前為止啊 我開起來我覺得 不知道它挑剔什麼地方 但是如果說你不是習慣開BMW的人 我覺得你坐到這個車會覺得彈跳稍大 但過這個伸縮風是還好的 但是如果說你在一些人孔蓋比較深一點的坑洞 我覺得它那個彈跳就 阻尼感就很明顯 那這一次呢 它的Sport它是有電子懸吊 那就兩段而已 我們現在把它按到Sport Sport之後呢 那懸吊就會再更加的硬朗 聲浪呢 會更加的渾厚 欸不對 它這個圖枝好像跟M340不一樣耶 它這個跟我218G7是一樣的 它這是舊的 現在新的你記不記得 它會顯示一些旁邊的車子 小姐姐那一台 對對對 那個就是新款的 會感應車子 對新款的它有一些貨車 摩托車什麼 它會圖像會顯示在儀表上 所以它這個跟車系統 沒有自重 只有車道偏移的警示 你車道偏移的方向盤會震動 做一個警示而已 欸不過天花板隔音很差耶 聲音都從天花板來 你有沒有發現 你們有一直聽那個轟轟的聲音嗎 對啊有啊 欸不過它很可惜耶 它沒有天窗 它是全車系都沒天窗啊 嗯 應該是喔 因為以前是這樣 我記得在F4代的時候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我們介紹那個 M235 那個年代的16年左右 M235有天窗 但是F4代的M2就沒天窗 上次遇到那一任車主 它就喜歡天窗嘛 所以它這個 覺得M2沒天窗 所以它寧願降一階來買235 它就說 欸不是喔 我不是不買M2喔 我是因為M2沒有天窗 所以我沒買 我信你個鬼啊 我也是因為底盤太低 沒買法拉利你知道嗎 公開 你看喔 以這一代來講啊 這個M2 我記得是460幾匹馬力吧 然後它的售價貴了80萬 這一台是賣290 M2好像是賣到370 差80萬 差了大概100匹馬力 90匹馬力嘛 然後多那些大包嘛 坦白說啦 認真講如果說你不是非常的講求什麼都要最頂的話 以價錢跟你的馬力日常的使用 CP值比較高是M240 那我現在因為SPORT模式喔 它就很明顯的會有降檔的一個感覺 那我跟你講這一台車2022年 我一直覺得回來啊 我就覺得說 在某些時候啊 這個避震器會有一個咕嚕咕嚕的聲音 有沒有 你有沒有聽到 稍微有一點 那個聲音聽起來有點像鬆鬆的聲音 對不對 我上次第一次開 然後我覺得有那個聲音 我就去問採購 因為是採購買回來的嘛 那我說你回來路上 你有沒有覺得避震器有一個鬆鬆的聲音 他說有 我說奇怪 那你送去原廠 看他們出包吧 欸 來啦 他說正常的 所以我在這邊啊 我就想問問 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有類似跟我們開同款車 或者是說你有類似BMW這種動態懸吊的車 請問你們是否有人也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真的齁 我不是在講原廠怎麼樣 我遇過很多的例子 各個廠牌都有 保固期內都跟你講說是正常的 保固期後就建議更換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蠻死無對證的 你不覺得嗎 因為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對啊你不管誰說 我覺得這就是有聲音啊 我們十個人開十個人都有聲音 甚至我們去找外面修理廠的這個老師傅開了 他可能也覺得有聲音 那演員廠說沒有就是沒有 那請問一下他這個標準在哪裡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說壞才算壞 是這樣嗎 這樣好像很爽耶 什麼標準都自己來定是最爽的嘛 求憑求證都我的人嘛 就不用跟我鬥了嘛對不對 我是覺得怪怪的啊 我來收集一下觀眾朋友的留言好了 他不是很大聲 他就是會有一個鬆動感的聲音的那種感覺 那開起來是當然是都蠻正常的 基本上這台車喔 無論你是用一般模式 或者是你用SPORT模式 不管在什麼模式之下 他開起來都是一台非常具有跑格 跟操控感非常好的一台車子 不是因為開SPORT模式 不開SPORT模式 其實他原本的避震器真的就已經很硬朗了 那他這台車跟M3雖然都是四輪驅動 但有一個蠻大的差別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調成後輪驅動 我記得沒錯的話 M3他可以把它調成純後驅的 還是說這個很大比例的後驅啦 我不確定是可不可以純後驅 但是他主要是可以調整這個傳動的分配 那M20就不行了 所以他可能更單純一點 他沒有這麼高的技術層面的東西 因為像M款的車子啊 有時候像我啦 我都會覺得說我們一般的人啊 不是常常有在跑比賽下賽道啊 會買M的 M2 M3 M1 其實有時候太浪費了 因為九成九的時間 用不到 完全是用不到 真的用不到 那唯一一個 就是什麼 掉 對不對你雖然用不到 但是買到最頂嘛 那你不違法的情況之下 哪有地方讓你發揮 前方右側急轉彎 那我覺得這一代的跟我之前的M235 底盤上面一個蠻明顯的一個區別喔 就是我像我剛剛在一個彎中 我在加速的時候 他是會非常穩的貼著 我本來期待屁股會有一點點的滑動 但完全沒有 他直接抓出去 但你如果是F4帶的 像我剛剛那樣子的一個動作 他可能在彎中 他屁股就會稍微帶出去 那是因為他現在這次的這個四驅系統 我油門帶出 我放炮了 我油門帶出去 基本上他屁股完全都不會滑動 他四個輪子就貼著 往你要出彎的地方衝出去 所以在彎中 我可以提早的把油門踩踏下去 有沒有 我其實還不用到彎的頂頂 我就可以直接補油門 他會直接往我要去的地方 直接殺出去 很好開啊 所以我覺得CP值比較高的是 要買這個偏性能版的二系列 而不買到M2 但是 我之前就講過 M2那個包越看越好看 方方正正 很有味道 我網路上找不到耶 大包 沒有人做嗎 我不知道網路上沒找到 你可以找到 對岸也沒有 還沒找到那邊 你看有沒有一口口口的聲音 有有有 有喔 對啊 我媽以為掌控我說沒有 也是很神奇 性能版BMW的精神 一定要保存 就是發動的時候 拉轉速的聲音 好不好 10個 BMW的車主 應該有9個 早上出門聽著聲音 就覺得 彷彿一切的辛苦都有了 意義 要不然這樣賺錢 總是要買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樣 因為你值得 開始洗了 我們現在有上架喔 其實前一陣子 不是很多在那邊 同行大跳水 說什麼賠很多錢 然後大車一台都賠很多錢 對不對 我們一陣子在清倉也很少來收車 為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我還收了這台車 因為沒收過 然後還有一個 其實現在收的都已經是 調降後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 不收回來 自己 體會一下 爽一下 然後呢 再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怎麼可以呢 那轉過一句啊 它這個8速手自排的變速箱 就是一直以來 我很推崇BMW的一個變速箱 不管是換檔邏輯啊 順暢度啊 濕滑的程度啊 還有耐用度 都是一個我覺得 CP值蠻高的一個變速箱 所以買BMW啊 它是不是這個8速變速箱 我會很在意 目前啦 以後會不會再出更好的 我不曉得 還有一個也是很多網友會問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新2020年的車 車主會賣 那這個車主 我自己有跟它掐尋到 雖然不是我下去收的 那就是因為說 第一個嘛 很多人一定老話一句嘛 原夢了對不對 那除了原夢之外啊 這個車主它是新創公司 它開一個新創公司 所以它要籌措一些資金 然後它就把這個車賣掉 我覺得現在的人啊 比較懂得生活品質 以前的人可能 如果有預想到自己會新創的話 可能當初連這台車都不會買 我遇過很多車主喔 他會覺得說我現在不買 我以後沒機會買 你像我有沒有 有些車啊 我年輕的時候不買啊 等我再買的時候 我頭都快凸了 就像現在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這種東西就是 我常常在講 如果假設Po俠哥 今天開一台這個車 去上流社會 很像玩具車 那Po俠哥一定不開了嘛 對不對 但是呢這個車如果你開去 阿呆 你上大學的時候開去學校停 有沒有很屌 沒準你大學畢業不會胖 你還股瘦如財 有時候一個東西就是一個時期 就是那個時期而已 過了真的 一旦錯過就不在了 所以大家好好把握機會啊 對 對我要 快過年了齁 我們在騙上市過年前過年後 過年前喔 那這個祝大家這個 過年的時候 刮刮樂都可以刮中BMW 好不好 符合我們這一次的主題嘛 不是物理上的刮到BMW耶 哈哈哈哈哈哈 是真的刮到BMW嘛 好不好 啊對 明天選舉耶 今天是1月12號耶 我們是1月12號出來拍的 對不對 我跟你講啦 我就在這裡預測啦 你知道誰會當選 1號一定會當選 好不好 我們就恭喜當選的候選人 這個片上我們應該已經開票完了吧 嗯 對 對不對 欸阿呆 對 今天是1月12號耶 有沒有 明天投票耶 我就在這邊預測 這個 當選的一定是2號 不管誰當選 我預測啦 我當先知未來人 我在這邊恭喜這個 當選的候選人 好不好 我就在那邊預測 因為開票完了嘛 我們這片上已經開票完了 欸 阿呆 今天是1月12號 對啊 明天要投票了耶 我跟你講 我當未來人 我在這邊做一個預測 一定是3號當選 你信不信 你不相信嗎 沒關係我在這邊就先恭喜 不管誰當選 我們在這邊恭喜當選的候選 我們的新總統 這個上片的時候 已經開票完了 看我預測準不準確 你在笑什麼 你一開始是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第二次的時候你是在意識到 對 真的會有一個囉囉囉聲音 蠻神奇的 它VNW跟我說沒有 跟我說正常 我真的是要罵的 有阿 我覺得是右邊耶 你看 一把去有 這到底有什麼方法 這到底有什麼方法 一直去爐它 但你也沒辦法證明它是壞的 對啊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 轉回Comfort模式 那在平面上面呢 其實它的彈跳還是 當然會比一般的轎車 都來的稍微大 硬朗的一個避震器 那這個也料想得到 因為之前這個 BMW在三系列 四系列以下的設定 應該都差不多會是 這樣子的一個路感 那當然開起來是 對於開車的人 會覺得比較舒服 那坐車的人 可能就要習慣一下 我覺得這台車啊 今天總結啊 各方面都是蠻均衡的 那唯一就是這個 雙人座的設定 就每個人依照自己的 使用需求去選擇 像我最近開S-Trail 我現在忽然開這個 我都覺得 哇好方便 過彎又很流利 然後停車也很方便 那唯一一樣 繞賽的就是 它的那個 Auto Hold 還是屬於 一鏡子就縮起來 這我真的是覺得很繞賽 好啦 那這個呢 價錢啊 289萬 2022年的我們 我們收進來的價格 我記得是200萬左右 我記得是在200萬左右 我們店裡售價應該是在230 23幾對不對 23多 22多 我們賣22多啦 拿200萬出來 無非想賺個一成嘛 好不好 如果你們覺得我賺太多 我也真的沒辦法 這真的要賺到這裡 已經市場最低價了 好啦以上就是M240i 跟大家分享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開啟小鈴鐺 我們的老師推車 下次見 我再想說有沒有關於BMW的笑話 你知道嗎 那國外比較多 國外很喜歡開BMW的笑話 國外 對 德國也蠻喜歡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好像感覺這個 車子不是在台灣 就算在國外 他們也認為說買這個車的就是 就是類似台灣 加酒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屁屁的 所以有很多 關於BMW笑話 反而什麼賓士什麼沒有 還蠻少的 笑話通常都會集中在 比如說開BMW的人 就是都會亂停車啊 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開BMW 就開很快啊 好那有一個人 開BMW開很快就超速 就被警察追啊 結果就最後被警察攔下來了 警察攔下以後說 你給我一個理由 如果你能說服我 你為什麼開那麼快 那我就不看你發單 然後他就說 喔他就想一下 他就說那 好吧警察 我超速開那麼快 是因為這個 我上個月離婚了 那你離婚 該你開快必試 他說因為我老婆 跟一個警察 跑了 那警察說 嗯 那跟警察跑了 那我跟我追你 你跑又有什麼關係 他說沒有我怕你 把他還給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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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